大家好,我是Hidy 今天就是大家久違了很久的淘寶開箱片 很久沒拍 是因為新年前後,我一向都不太喜歡買淘寶 新年後就算想買衣服,香港開始熱 但淘寶還在買長袖衣服 我的意欲一直都不太高昂 接下來3月8日我自己都在等 因為我會給大家介紹優惠 除了給你們之外,我也是給自己聽的 我會在那天入手淘寶春夏妝 接下來下個月淘寶開箱大家會多點興趣 這次3月8日在淘寶有一個女王節 他們也有一個主題,就是為自己學彩 在3月7日至9日期間,只要在手機淘寶或者淘寶Lite 這個APP落單的話,在結帳的頁面輸入購物碼 就可以享有499-60這個優惠 而在這段期間你買TML全球官方店的東西 只要你在結帳的時候輸入這個折扣碼 也可以享受買滿500-50的優惠 好像上次雙十二的時候這樣 淘寶的新用戶都會享有買滿21-20的優惠 還會專享精選商品9.9包遊的優惠 到時候如果你是第一次買淘寶的話 輸入這個折扣碼就可以得到以上優惠 所以為了這個300女王節 其實我自己都一直忍受,現在很多東西放在購物車 所以我打算在3月7日至9日期間才一次過去買單 今天除了說這些折扣之外 也有少少東西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覺得可以趁這些日子的時候買一下 不知為什麼呢? 其實我最近突然很喜歡穿一些比較童趣的T-shirt 無論我身上現在這一件 或者我現在購物車都有幾件 是比較卡通公仔的 我現在身上這件鴨仔T-shirt 其實它的版型真的很普通 但我覺得它這隻鴨仔真的超可愛 唉唷我都不懂說 我只覺得看著它是一種很療癒的感覺 不知為什麼我覺得一穿這些比較童趣的T-shirt 就很適合穿這些半計或者整個包包頭 然後穿工人褲或者工人裙 超襯的 然後就到一件的襯衫 好了我換了 這件的襯衫其實不是那種很男裝襯衫的質地 它有點像睡衣絲卷的質地 而且它會有一個垂墜感 我自己也覺得雍冷感提升的感覺 然後它是一件比較長的衫 雖然我現在穿運動褲 但其實你放了這件衫 你會看到其實它的版型真的挺漂亮 而且它的側面位置是一個綁繩的設計 我自己現在臨時綁得不太漂亮 但你醃了袖的時候 就會好像有一個大蝴蝶結 在後面就是一個特色 因為這次的三件衫都在同一間店裡購買 它的價錢就比較便宜 20多元一件的 可能以50至100元這個範圍 它的質地算是挺有保證的 我自己也是很私心推介這間店 怎麼算好呢 我覺得很漂亮 我今天三件衫的質素 我自己也很滿意 我不是效果 也不是他們給我 我自己去選自己去買的 第三件呢 這件就是一個橡筋領 你可以做普通T恤 一條領也行 你喜歡的話 就把它拉下來一直撥也行 它這個位置是有點波浪的 所以就不會令到很緊迫 或者是橡筋拉緊的感覺 然後中間這裡的細節位 這樣縮進去 其實可以做到一個比較豐空的感覺 它的袖口位是做了少少闊袖的 有少少溶爛感 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 你覺得現在這個天氣 如果這件衣服 我買了白色 好不好 因為真的很喜歡 它穿起來很舒服 這個質地 然後女王節不只是給自己的 我也有買東西給媽媽的 不知道為什麼她最近 自從我買了一個新行李箱 因為我的舊行李箱爛了 她又很想要一個新的行李箱 但她又不肯買一些貴一點的行李箱 那我就去淘寶那裡找 竟然找了一個她很滿意的行李箱 沒錯 就是我現在身後的這個行李箱 因為我怕畫面不夠大 這個行李箱是22寸的 它在淘寶那裡寫的顏色 就是淺綠成白 但來到的時候 我覺得它有色差 這個綠 比起原本的顏色 就更鮮艷一點 更鮮艷一點 它不是淺綠 我覺得它偏向薄荷綠 那類 但又沒有Tiffany Blue那麼藍 我自己就喜歡拉鏈 不喜歡啪啪扣 因為你用拉鏈行李箱 才可以在你買了很多東西 撿爆了的情況下 坐上去 硬拉起來 不過這個行李箱 沒有美國鎖的 所以如果你去美國的話 這個行李箱是不能戴的 它的樣子是360度 非常順滑的 然後它裡面的內籠 其實不會覺得很便宜 很淘寶的 它這個波點的 我覺得都挺有趣 裡面有一層可以用來裝東西 有一個拉鏈位的 然後外面有個網袋 然後下面有個橡筋袋 然後這邊就是一大格 跟普通你們出去買 或者我自己買 有牌子的行李箱的間隔 是差無幾的 重點是什麼 你看看我這樣沒有來沒有去 都不會覺得吃力 它真的很輕 但又不像是一些很兒戲的行李箱 拉鏈也挺順滑的 最重要就是這個行李箱才是138元 我買的時候 是沒有折的時候 所以有機會這次旅王節 它可能有些領券再便宜一點也不定 說到旅行行李箱 接下來說的這件事 其實和大家去旅行 如果你喜歡拍照的人 其實都應該有些用的 但對我來說 可以方便我拍攝的時候 幫到我很多 就是這部機 你不要看它好像很小 它和我的iPhone 6s差不多大 它是什麼來的呢 它是一個曝光燈 它方便在於它是充電的 之後它可以 是不是很光 一開的時候你可以 可以 哇 那麼光 或者調到比較暗 或者可以變成一個暖光 和冷光 或者是中間的 看到了吧 打光 當然 我現在本身已經有打光燈 這個是再來 多一個 看下去畫面太光了 因為我不是每一個地方 都可以拿著大圓形的曝光燈 到處走 就算在我男朋友家裡 都沒有那盞燈 所以我就買了這個 它是有附送腳架 和調角度那樣東西的 所以你不需要一直拿著 可以放在那張桌子 或者地上 然後伸縮 就做到一個很好的曝光燈的作用 你去旅行的時候 因為太輕了 它和一部iPhone差不多重 連腳架也是 你可以在一些很暗的地方 都可以拍到一些女神照 很適合這次 這個女王節的時候介紹 剛才以上所有的東西 都是我自己選自己買的 因為合作的關係 其實也有些商品可以讓我選擇 我自己有一點點私心 所以就選了一些淘寶洗臉筋 你們都知道我是很喜歡用自己買的 但其實淘寶有淋淋種種的多隻 我就想試一下什麼分別 他們就提供了兩個不同的牌子 第一款是美麗工匠的紙巾 每一盒都有一百塊 這隻就會是紙盒 好像平時的紙巾 然後它這種質地是網狀質地 然後就到這裡 這一盒 它就是全面時代 很久以前有位觀眾都推薦過我去買 但之前就 因為一直都有貨 自己有洗臉筋 就沒有特別去買 今次看到有得選 我就毫無疑問 就馬上選了它 這一款一盒裡面 都有100張 它就不是網狀的 就和我平時用的那隻差不多 如果你有興趣知道 他們這三隻 就是這兩隻 和我平時用的那隻有什麼分別的話 我一會兒會繼續拍 但會放在Facebook那裡跟大家說 好了 我今天這個小小的淘寶開箱分享 就來到這裡 所有的商品連結 和300女王節的優惠碼 全部都會放在下面的說明文那裡 希望你們喜歡這次的分享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給個like和subscribe我頻道 我每個禮拜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另外3月1號至3月17號期間 泰古城中心AliPayHK會舉辦未來生活館 到時可以體驗淘寶ARFashion Store 智能試衣鏡 而3月3號至3月9號 還會派發額外最高99元的紅包 和25元的折扣碼